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华山临世节目 又是与刘兰卓兄见面 大家好 今天又来讲俄乌战争最新的形势 似乎到现在有点胶着 但是在土耳其滑船之下 乌克兰也有十几艘船 开始运营糧食 开始离开了乌克兰的 Odessa那些港口 它有三个港口可以出去 有说它有几千万 运营糧食物在这里 你现在不是说 现在放在港口的船 放在那里 就让它走 究竟有没有船肯进来 就是装货呢 有没有船肯进来再货呢 这是另外一件事 你觉得 现在 战争似乎是胶着 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发生 你射我几炮 我射你几炮 你看到乌克兰 又好像多了些军战 那它是否能打到俄国呢 俄国又如何呢 是否再进攻呢 究竟这个形势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场战争 我自己觉得 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两边 你炸我的弹药库 你攻我的导弹陣地 你又用海马斯 用M77来打我 但是那边 我又可以给你运粮食 互相对平民的建筑 是完全不打的 相对来说 你比起二战的时候 美国炸东京 弄了燃烧弹 整个东京都试光 烧光 其实没有什么打 两边都是这样 起码现在 几乎没有打 几乎没有打 但是你说东部 东巴斯 那些 都打得烂了 俄军 老实说 他进攻的时候 真是打的 现实也是这样 就是乌克兰军队 是将军戏和打药 是放在文具上 我刚刚看了一个RT 就是Russia Today 就是俄国电视台的节目 现在香港也有看 是 就是RT Documentary 也有看 但是 美国 欧洲 全部都禁止了 现在没有了 Russia Today 只是在网上 他看到 一些军事去到 乌克兰 摆了上 二楼 三楼 四楼 摆了上去 你看那些大厦 那些 房屋 被人炸到烂了 但是这个炸就不是纯粹 是俄国打 而是乌克兰也是这样打 所以大家 这场是 你说得对 奇怪的战争 非常奇怪 就是 你不是 就是 我想到今天 是不是这个 俄国去到这个位 都觉得 我也够 但是 乌克兰 肉霸不能 是 又不肯 又不肯放手 俄国 又是觉得 我不打到 你屈服 大家和谈 你又不肯和谈 继续为了继续打 另外 我一定是要继续 逼欧盟 和我和谈 但是我所一定是要继续打下去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 很主要 我觉得在这一场战争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 斯拉夫人的内战 就是 乌克兰和俄罗斯 其实 他们原来是自己是一家人 就是等于说 如果假如是台海有战争 我们选军对台北 你的所有攻击 你会很因着 一定是因着 你始终有一条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一定要因着 你只能够打 很重点的军事目标 这一次 乌克兰 原来 几乎是整个俄罗斯的法源地 根本就是 俄罗斯大公国 大公国 就是从那里开始起来 所以 他现在打 我觉得最主要 原来普京 就说 你乌克兰 你不要帮我打 你投降 就算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 又是一家人 是吧 又是一家人 美国佬继续给他武器 所以这个泽连司机 真的 对于普京来说 真的很生气 现在 我觉得 普京来说 他开始 他叫这次行动 叫做 顿巴斯行动 顿巴斯行动 实际上 你现在的战略目标 已经达到了 乌东 顿巴斯州 努金斯克 顿尼茨克 这些你都拿下来 两个独立的共和国 已经在你手下 你现在就向前推进 向前推进 现在西方就说 现在普京实行一个 叫做 切牛扒的战术 就是说 我打完 吃了一块牛扒 切了下来 慢慢消化 消化完了 再向前 再切一块 他怎样呢 他现在 你变成的战略 打完之后 他要进行公投 那你就要将乌克雷人 发俄罗斯胡召 拱固了 拿当地的资源 去养他的军队 然后再继续向前推进 所以整个战争 就打得很慢 所以一个奇怪的战争 根源是说 他们是兄弟之战 是两个同中同族的 一个战争 他们的战略目标 不是说真的要完全去 裂了另一个国 也都说他不是那么容易 佔领了整个乌克兰 不过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欧洲人吃牛扒 就切一块吃一块 美国人不是的 就切了 然后才足够吃 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切了的意思 可能是说 多够我的 切了 可能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 有人说 这一次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 达成了糧食协议 等于是停火协议的前身 前周 就是第一步 是吧 有得奢好意 衰培手 但是 扎连司机 会不会领程 口纵很硬 是 他老婆走了 美国 走到一大堆 美国又说 给了一些军火 又给了十亿 我看到另外一个节目 就是访问了西方国家 就是BBC 就是说 一些军火去到 军火去到乌克兰的情况 是 但第一句 他就说 究竟西方国家 有没有一个系统 有没有一个方法 去知道 给了你的军事 是去了哪里 答案就是没有 就是他过了境 就算数了 有个说法就是 现在木车来说 可能只有四十亿军火 是落到乌克兰 军队的手中 或者是打仗的手中 所以 很多在乌克兰的 所谓的民兵 就是自动打的那些 基本上 另外有些渠道 就向美国 这个欧盟 要求 拿东西 真是很奇怪 你看到 有些人捐钱 买装备 什么装备 例如 装备弹衣 反坦克 那些 就是打地对空火箭 夜视镜 这些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有枪 我们有子弹 这些有人供给 但那些我们没有 你看到这些 就连一架架 一架架 无人机 都是运去 底下交收 不是说 乌克兰军方收了之后 再发放出去 有个说法 亦都这么说 就是说 美国今次和欧盟今次 给到乌克兰的军火 到时是有六成 都不知道去了哪 去到黑市 去到黑市 这个世界 可能更加乱 是很奇怪 你说得对吗 是一个很奇怪的战争 我看过一个外籍兵团的人 去了之后 他说他很生气 他看见那些蛙蓝军队 根本不是打仗 就是收到武器 在帮黑市做交易 所以他很生气 很快就走了 不再打 觉得这场战争 真的很奇怪 实际上 现在 我觉得普京也是头痛 就是说 他的兵力有限 他又不能够大规模的向前推动 清兵也是大事 甚至有人说 现在北朝鲜 要去派10万资源军给俄罗斯用 我觉得可能成分不大 因为10万的数量太多 如果你说 1000 2000 几个人 那些人有可能10万 如果金正恩派10万过去 我想拜登一定要对北朝鲜做些事 所以现在你这样说 似乎都是十几天船 是载了一些粮食 这个也是一个双方走前了半步 我自己看的是 欧洲不见棺材 就不流眼泪 什么时候是欧洲的建棺材日子 我想10月 11月 12月 现在到冬天 就是真的天然气 真的没有了 就是一样东西 真的贵了 你就会发生 就是我们看了 譬如斯里兰加发生 动乱 大家明白 看到了 接着 孟加拉 亦都有暴动 是 鬚动 油价高 然后大家买不到油 那又吵了 现在不是说你有没有钱的问题 你没有钱就更糟糕 有钱也买不到 好了 如果在欧洲的国家里 你没有电 没有油 没有天然气 民众一吵之下 就是你的政府一定下台 下台的时候 你就乱了 另外一个上来 又可能另外一个做法 所以现在大家看 就是大家用时间 去争取自己最有利的地位 实际上就是看谁能支持 欧洲 我看欧盟有些文件 他都说 其实现在我们用石油武器 或者叫做能源武器 虽然我们要捱一些贵价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可以向中东 向美国买 中东说了不理睬你 他就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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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们不买俄罗斯 俄罗斯的收入就会跌得很厉害 他今年的GDP就会跌得很厉害 最后我们都会赚钱 这也是一个估计完全错误 俄罗斯可能益了中东 无端端现在是100元石油 天然到处都起价 去年是400多 即是一个unit 不知多少 即是40元 现在是几百 你说是数以倍计 如果你这样计算数 俄罗斯的收入不是少了 而是多了 而且你封了他的钱 但他收牢报 一样 他的币值又回来 反而你欧罗、英镑 所有其他国家的币值 相对美元就全部大贬值 你会看到大家想象的事 和你发生的事 完全是我一样的事 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 好像你所说的 今年冬天如何过 可能未必到冬天 到10月份 11月份 因为11月份 会有一个G20会议 有一个APIC会议 普京也会去 拜登也会去 还有G7领袖也会去 在这个上面 会否大家会有些默契的答成 我抱一丝希望 不过我觉得也是这样 这个课题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不过我想最后送一首歌 给欧盟听一听 欧洲国家 最近秘书长说 欧洲国家 大家减15%的能源 用天然气减15% 你只是想想 在一个大厦里面 管理委员会叫大家 减15%就是电费 大家识识 识识 识识 你做不做到 我送了什么歌给他听 齐秦唱的 《大约在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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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正正的 欧洲才知道 原来今次大事了 好 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 不知在此事 不知在故事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不知在冬季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啦